5月18日一早 杭州市林平区运河派出所 接到邓某的报警 称自己停放在出租房后门的 一辆电动车被偷了 民警调查之后发现 嫌疑人貌似是一名穿着红裙的女子 竟然徒手就将电动车 抬起来搬走了 如此大力不由地让民警都惊叹了 邓某说自己这辆电动车买来才三天 没想到就被偷了 于是立马报警求助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 在调取案发地附近公共视频后 很快发现了一名身穿连衣裙的可疑女子 我看到她骑着一辆二轮电动车 来到邓先生的租房附近时 徒手将另一辆电动车 搬到了自己电动车上的踏板 随后便骑着电动车离去 看了这段视频 民警不由地产生了一个疑问 一个女子徒手就将一辆百来斤重的电动车 搬了起来 这体能可不一般呢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别说是这样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 就是一个正常男性 也不一定能够将一辆上百斤重的二轮电动车 搬到另一辆电动车上 民警通过视频追踪 很快有了答案 这名嫌疑人原来是有备而来 下车之后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查看 转了一圈发现没有人后 就开始脱身上的连衣群 脱下连衣群 我就发现这名嫌疑人原来是男扮女装的 民警通过进一步调查排摸 第二天在林平和海宁交界处附近 将嫌疑人李某抓获 李某对自己男扮女装盗窃电动车的事实 公认不讳 据其交代 因为最近手头紧 所以想到去盗窃电动车转卖变现 李某还交代了在十天前 自己同样以男扮女装的方式 盗窃了另外一辆二轮电动车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被林平公安依法刑事拘留 盗窃所得的两辆二轮电动车也已被追毁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